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过自己的SNS发表 对Ring和金泰西结婚的祝福 他首先转发了一则网友的留言 留言中写道 韩国的三大小偷 严正勋偷走了韩家人 Ring偷走了金泰西和酱螃蟹 因为很下饭 所以偷走了饭 充满幽默 随后他补充一通完成新曲 最好的礼物副歌写词过程中 Ring以最大的快乐作为预言写 入了泰西的含义 真是肉麻肉麻 现在终于可以说了 最好的礼物 鸟叔和Ring关系非常好 经常互相助阵对方的演唱会 而据说 Sai将在Ring的婚礼上献唱出歌 娱乐热点推荐向爸爸 有人称小海年翘下巴 复制黄小明 新浪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Angela Baby 17日凌晨在香港 生下儿子小海年 夫妻俩的工作室 发表声明证实此消息 AH夫妇共同有了爱的美好延续 从此一家一等于三 黄小明 微博 随后也在微博上 贴出父子俩碰圈照 互动相当可爱 18日由于探望过 Baby那有人透露 孩子长相比较像爸爸 尤其挺比 翘下巴更 是神父志黄小明 Angela Baby 17日在香港自然产 迎来儿子小海绵诞生 宝宝约重达5.9斤 黄小明除了全场 陪伴老婆声场之外 也由她出面接受采访 面容有些疲惫的她 虽然没有多透露 老婆跟儿子的情况 但十分周到的问候大家 据报道 黄小明有人透露 小海绵长相和爸爸比较像像 尤其有个超频鼻子和翘下巴 且耳朵很饱满 看起来颇有福气 模样也相当可爱 据悉 黄小明和Angela Baby 被粉丝称为海绵夫妇 源自于2010年两人恋情 还在传绯闻的时候 女方常在微博提到海绵蛋糕 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言相似 被联想格空传情 小雅口结婚后 也就被港媒称为海绵夫妇 儿子 中的她睁着大眼睛 抿着嘴露出略带委屈的表情 女神怎么无精打采的 六元发文解释道 感冒就像中了话顾棉长 粉丝们更是一阵心疼 照顾好自己 快点好起来 1月17日 六言微博善初和复原会 在2016微博之夜活动上的合影 变身迷茧 整个人神采奕奕 状态不错 结果谁知感冒来得太快 今天柳妍微博发文称 感冒就像中了话顾棉长 并配发一张素颜色拍照 虽然女神依旧美丽 但却略显疲倦和无力 最近天气寒冷 加上可能年底工作忙碌 女神次翻患上感冒 引得粉丝振振心疼 天气冷多穿点 照顾好自己 记得给自己多天件衣服 记得少拼点命 要赶紧好起来啊 实习生 白沫文 则编 敬电于 向爸爸 有人称小海绵翘下巴 复制黄小明 新浪娱乐训 据台湾媒体报道 孩子长相比较像爸爸 尤其挺鼻 翘下巴更 是神父志黄小明 Angela baby 17日在香港自然产 迎来儿子小海绵诞生 宝宝宝约重达5.9斤 黄小明除了全场陪伴老婆声场之外 也由他出面接受采访 面容有些疲惫的他 虽然没有多透露老婆跟儿子的情况 但十分周到的吻后大家 据报道 黄小明有人透露 小海绵长相和爸爸比较像像 尤其有个超挺鼻子和翘下巴 且耳朵很饱满 看起来颇有福气 模样也相当可爱 据悉 黄小明和Angela baby 被粉丝称为海绵夫妇 源自于2010年两人恋情 还在传绯闻的时候 女方常在微博提到海绵蛋糕 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言相似 被联想隔空传情 小哑口结婚后 也就被港媒称为海绵夫妇 儿子取名小海绵 正是象征夫妻俩爱的结晶 一辟的这一文 则编大发